我們都的辛龍 我們跟他講什麼會比較好 其實應該要想辦法去了解說 他現在最在意的是什麼 其實去跟他講什麼 並沒有說一個一定會對他有效的方式 要去理解說 他現在所面臨的一件事情是 那你啦 我們每一件 想要了解說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在這個過程中 就像余先生大哥說的 你有需要什麼樣的幫忙嗎 聽聽他想要說一些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在面臨重要家人死亡的過程中 其實在事後 你會有一大堆的早知道 那個都是事後的先見之明 我如果那個時候早點就放在他手的話 他就不會截肢 或者說我那個時候如果截肢的話 說明他會活下來 沒有人真的知道 可是生下來 剩下的這些人 其實內在會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罪惡感 老實覺得說我如果當初做了些什麼 充滿罪惡感 他一定會認為我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如果他我做了 他就會留下來 但是實際上這樣子的想法 是錯誤的 因為這個東西到頭來 搞不好他真的就是命 因為你沒有辦法在當時 就已經預知到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在那個當下 父親人感情那麼好 他們想要謀劃 他們想要謀劃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所以希望余先生能夠去接受這個手術 這個手術是必要的 所以在當時當下 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不管他後面的結果會是什麼 我想身邊的人可能要讓 要去了解說 當事人會比別人更加的懊悔 所以與其去跟他講你該怎麼樣 怎麼樣 你說什麼 當事人會比所有的人都更加的懊悔 對 他會後悔所有一切發生過的事情 後悔過去怎麼沒有多珍惜一點 為什麼沒有多說幾句我愛你 為什麼沒有跟小孩子多在一起多玩一玩 也許我們就不要去做什麼事業了 就一天到晚去玩也好 把錢花光也好 我遇到說這樣子的人太多了 而且你要了解他現在有個四歲的小孩子 對 小孩子在兩歲之前是不太有死亡的概念 兩歲之前不太容易理解死亡 那在四歲之前呢 不太理解什麼叫做永遠 所以我看過這樣子的案例 小孩子只有三四歲 媽媽死了 媽媽死了之後呢 剛開始只是當作 好像我媽媽不見了 就跟以前出去買菜一樣 爸爸跟媽媽說媽媽死掉了 以後永遠不會回來 小孩子不會懂 一個小時之後他還是會問說 媽媽什麼時候回來 過七天之後 他還是會問 哭媽媽什麼時候會回來 甚至有時候小孩子會故意去跌倒 那個案例就是小孩子故意去跌倒 為什麼 因為只要他每次跌倒的時候 在那邊地上大哭的時候 他媽媽就會跟他哭哭 妹妹在那邊哭 妹妹哭了 妹妹倒在地上了 妹妹好難過 媽媽怎麼不過來哭哭 怎麼不過來哭哭 這時候對大人來說 是一件更大的折磨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小孩子在做的事情 就是大人曾經做過的事情 因為大人已經曾經努力 用各種的方法 花這個錢也沒關係 我想要把這個媽媽往回下來 可是我失敗了 所以我只能接受失敗 可是小孩子他不知道失敗 他還在那邊不斷地嘗試 所以做父親或者是做其他生下 還剩下存活的人來說 他面對這個小孩子 他其實是個無貴的小孩子 他其實那些人會非常的煎熬 那我們現在怎麼去面對 這四歲的妮妮 要能夠去理解說 小孩子在這種過程中 他開始理解死亡 要真的去面對說我們人類真的會有死亡 這樣的事實 並且在這個過程中 給他足夠的保護跟安慰 那不是跟他去否認掉這種死亡 比方說他一定會吵著要媽媽 對不對 媽媽要陪伴 要媽媽牽著手去幹嘛 那這個大人 大人碰到他這樣講的時候 應該怎麼說 媽媽沒有辦法了 媽媽不是不愛你 但是媽媽現在 真的沒有辦法在你身邊了 媽媽離開了 媽媽離開了 不管你的宗教是什麼 去天堂也好 去投胎也好 或什麼之類的 或做仙人也好 媽媽現在離開了 但是剩下所有的人 爺爺奶奶爸爸阿姨叔叔 大家都會一樣的愛你 媽媽也一樣的愛你 其實現在需要太多人的協助了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比方昨天我去接我女兒下課 他第一句話就跟我講說 媽媽怎麼辦 女兒才四歲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 你女兒啊 對 因為他才十七歲的孩子 其實應該講說 他還是會連結到說 小女生或小朋友 他其實最需要的是媽媽 就好像欣隆說 女兒才四歲 他可以沒有爸爸 可是不能沒有媽媽 他要用他的命去換劉真的命 他那時候在 就是那時候他曾經發出這樣的訊號 那就知道說狀況其實很不好 那昨天其實吳宗憲開那個記者會也有提到 他就說 其實欣隆是 他不願意放手 所以我們一直講說 誰願意看到他這樣子肢體殘破 然後狀況這麼不好 可是站在他的立場 誰放得了手 然後其實他曾經做一首歌 我們知道演藝圈其實有很多假面夫妻 因為我們跑這麼久的新聞 或者是為了做一個就是假象 然後接很多代言或者是形象 可是欣隆來講 因為他曾經在2014 他做了一首歌 那個歌詞其實就是 我就是愛強烈 我愛你的一切 我會把最好的話留在你耳邊等等 這些也許人講說 你就是而且是劉真幫他拍的MV 大家會講說這個應該 就是可能做新歌 可是你往回去到欣隆 他從2014年 他一路點點滴滴寫下 他對劉真的愛 你真的也是 你就雖然我們沒有 那種這麼好的夫妻情感的過程 像我是婚姻的那種 這種破裂的那種痛苦 可是你可以知道說 天啊 那個撕心裂肺是怎麼感覺 他曾經講說 他覺得他跟劉真 他是千萬年修來的一個緣分 那因為他們兩個一起 他覺得說佛 人家講說修佛跟愛情可不可以共存 他覺得他跟劉真是可以的 他覺得他們可以一起成佛 甚至用樹跟藤來形容 就是樹跟藤蔓來形容 兩個人的關係的緊密 那字字句句 你都覺得說 欣隆是一個情感很綿密 很泛濫的一個人 我們這樣講好了 所以今天其實劉真走了 他怎麼會 現在所以為什麼所有的朋友 覺得他的狀況最危險 欣隆 對 欣隆狀況最危險 因為他真的很難走出來 所以你也可以說 是他現在心裡最大的一個 安慰跟支撐 也是一個他要面對的難題